你到過 北極拳 你說過去 北極拳的蚊子沒有這麼樣的凶悍 北極拳那樣的蚊子越來越多了 北極拳的蚊子已經現在變成最可怕的殺手 人類現在對北極拳的蚊子束手無策 的確 其實在這三年來 我發現的蚊子多是以等比其術在成長 等比其術 在三年前我去的時候就已經不得了 我們穿著短袖到了哪裡 阿拉斯加北極拳裡面的諾姆 也是冬天的時候呢 北極拳他們是等於說長征和比賽 賽跑的一個起點 但是你知道我們一到那邊 我發現我手怎麼曬黑了 發現不是是一片蚊子 挺滿了手臂 那這麼多了 三年前就有了 三年前就這麼多 但是現在我剛一看那個畫面不得了 那真的又增加了太多 我們那時候還不需要戴這個網罩 只是說在他們可能屋子後面 或者是一些角落會有這麼多蚊子 現在我看不得了 簡直你看鋪天蓋地 而且你這樣真的打下去的時候 整個手就是一個血手印 因為他們吸血非常的快速 然後直接吸血 而且起氧無比 這個氧通常可能要花一個月的時間 很癢 還能夠 又腫又癢 又腫又癢 所以你可以了解這整個 現在我們來把北極圈 當作整個區域來看的話 不只阿拉斯加 包括了還有現在你看到西伯利亞 還有就是在格林蘭 都面對著全球暖化很多的生物失衡的現象 好 那我們看到在格林蘭 剛才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區域 過去我們都想像格林蘭 那是一個冰雪大地 它完全都是冰雪土地 給封鎖住 但現在 你看到的格林蘭 它的雪慢慢退掉了 它現在居然出現了綠地 它現在已經可以種植物了 現在在畫面上 你看到這個地方在哪裡 在格林蘭東南角的 叫做Klusu這個地方 克魯蘇 種菜了 對 克魯蘇你要知道 我十年前去的時候 這邊是我們下了飛機的機場 我們要一路走冰封的大地 走一個小時才走到這個漁村 格林蘭現在有農場了 現在居然有農場 而且呢 洋流帶來了漁獲 他們還有水利發電 而且這些蔬菜種得非常好 最誇張了吧 太誇張對不對 可是當你在跟格林蘭人 這些艾斯基物人說 哎呀 全球暖化不好 他說不會我們覺得很好 因為以前的格林蘭呢 是被人家叫的 戲稱Greenland 以為是綠島 其實真正的綠島是那個冰島 他們才是冰島 現在真正的這個冰封之島 變成了是格林蘭 我說實在我簡直不敢相信 以前這邊全部是冰山 冰河 冰封 我們現在走過去的那個路 是用那個雪峭車 整個把它挖出來 有點像栗山黑布那樣的雪牆 這麼長的雪牆 很長 我們要走一個小時才走到 現在你看到的這個海邊 那到這個海邊 那他們發現不得了 現在怎麼全部是 綠意盎然還開出了小花 還有他們一萬五千隻北極犬 哈斯基也無用武之地 好 後面我們再看 這個影片就是發生在印度 你們再想一下 印度現在的乾害有多麼樣的可怕 你說在印度現在面對的 不是溶掉的水 而是水不夠 你們看這個大象在幹嘛 大象在吃垃圾堆裡面 這些塑膠袋啊 是塑膠袋 沒有東西吃了 然後大象啦 大象是塑膠袋 對 而且這些大象到處吃了以後 那麼又造成大象的死亡 而且最主要是他們肚子餓啊 沒有辦法 他只有張開嘴巴 把這些垃圾啊 全部都吃下去 他有的時候 他就是吃垃圾死掉了 你看死掉 而且在他身上 你知道結果解剖 挖出了兩公斤的塑膠袋 肚子也沒有兩公斤塑膠袋 所以真的是慘不忍睹 但這也就是因為乾旱 造成了他們沒有食物 可是不只是大象面對這個威脅到他的安全 你知道連生命力最強的眼鏡蛇 Cobra都受不了了 你知道這隻眼鏡蛇他幹嘛 他怎麼四頭羅網的跑到村莊裡面呢 雖然這邊旁邊的這個消防人員 哦 本來還要水喝 本來是想要制服他 後來發現他只是口渴 後來呢 眼鏡熟口渴來要水喝 乖乖的你看到水 他慢慢咕嚕咕嚕嚕喝下去 你知道現在印度乾旱非常嚴重 光是由象和蛇 你就看到現在處境非常的危急